碗中准备200毫升纯牛奶 打三个鸡蛋 放一勺食用油 三克干酵母 一勺白糖 搅拌均匀 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用牛奶和鸡蛋来做一个懒人早餐 做法简单 做出来蓬松渲软,超级好吃 另一个碗中准备200克左右的面粉 用鸡蛋混合面 边倒边搅拌 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 没有颗粒状的面糊就行了 放在一旁静置10分钟 10分钟后把里面放一点小苏打 搅拌均匀 放入小苏打可以起到蓬松渲软的作用 平底锅预热 少刷一点食用油 倒入搅拌好的面糊 然后摊平 开小火盖上盖子 烙至一面定型 烙至一面定型来给翻个面 盖上盖子 烙至另一面定型 烙至另一面定型再给翻个面 来回翻两个面 烙至两面金黄酥脆 变得特别胖 这样就是熟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取出来 再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好吃的牛奶鸡蛋饼就做好了 做出来香甜鲜软 真的比面包还好吃 做法也非常简单 如果早上不想早起的话 可以晚上把面和好 放进冰箱里 早上起来直接烙 非常方便 三分钟就可以做好全家早餐 学会这个方法 再也不用出去买早餐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在下方评论 转发收藏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收藏